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在這份工的最後一天 感受都有一些的 但又不是說很複雜的感受 所以今天就想分享給大家聽 在加拿大第一份工的最後一天的感覺是怎樣的 好 想回車裡說先 因為外面都很曬 最近的天氣是超級好 很曬 所以不如想回車裡說 免得曬霜 之前我們去牆壁那些 是看到白色都擔捨 所以想而知 近來的天氣是非常曬 那我今天就是這份工的最後一天 也想了一段時間 也想了一份新的工 那時候也考慮了一會 的確不一定說要離開 那我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如果有人請我就離開 如果我再想了新的工 沒有人請就算了 這樣的感覺 那就是視乎有沒有人請 但是不一定100%說要離開 也不是說受到一些很不好的待遇 有些很不好的感受 而要離開 現在先開車回家 剛剛回到你家 介紹一下這個什麼呢 就是今天 今天呢 同事們送給我的 Fairwell禮物 應該是老闆買的 一盆花 一盆真的花 剛剛就說了 今天就是最後一天 同事們就有預備卡 還有那個花 另外呢 我的上司呢 在Tim Hortons那裡 買到一些 DONULTS 還有一位同事 買了STARBUCKS 本身呢 我們每天都在工作 從家 但今天就是team meeting 也是一個實體的team meeting 有時候我們的team meeting 都未必實體的 可能大部份都是virtual 但是現在慢慢resume 多些實體的東西 我們開會 有時都會實體的開會 因為我就回到office那邊 那邊 我回到這間機構的地點 它有幾個地點 我就在Richmond Hill的地點上班 先說回今天 因為除了我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同事 也是last day 所以可能今天上司預備的東西 或者其他同事預備的東西 會相對多一點 其實我今天早上應該拍一些片段 但是我今天早上是很緊張 很緊張 坦白說 我也不會第一次last day 香港也是last day過幾次 不知道為什麼今次的last day 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 一些雜族 香港一定有一個傳統 或者是雜族 或者是我自己一定會做的事情 就是一定會派散水餅 這個是對同事和上司的一個respect 還有一個感謝 就是告訴他們 多謝他們一直以來的幫助 我自己 起碼一定會派散水餅的人 我這次離開 其實我是有點不太知道 應該要預備多少東西 所以我今早就很緊張 到底需不需要這個傳統的 需不需要派散水餅 其實我昨天已經買了一些零食 這些很簡單的零食 就是獨立包裝的巧克力 獨立包裝的Kicat 就這麼多 我就沒有說買一些很華麗的散水餅 就是香港我可能會買華麗的漂亮的西餅 但是這裡 我不知道要去到多隆重 太隆重 又怕太誇張 所以今天就買了這些 就可以等他們隨心喜歡要 要不喜歡要 就給我 我就可以拿回家 最後就發現 其實不一定要散水餅 這次有點像一個 大家都放少少東西吃出來的情況 不一定說你是辭職那個人 人家一定要散水餅 還有一件事很不一樣 就是今天我早上回去開會 完會之後 過了半個小時 我就處理了手尾 還了電腦給admin的同事 然後我就下班了 其實正常來說 我們應該是回到全天的 但是這裡就很free 我不知道是我公司的文化 還是加拿大的文化 都可以是這樣 假設我今天是沒有請假的 但是我現在就可以下班 沒有工作了 因為我也還了電腦 如果你還了 其實你也不可能做到工作 所以你不可能做到工作的情況下 那就回家了 今天我換了一件衣服 就是來這裡走一個trail 放鬆一下心情 遇遇一下 前面的水很美啊 前面的水很美啊 今天離職真的沒有什麼很傷感 其實都是很平常心地離職 其實我的狀態就是找到一份新的公義離職 所以我就沒有說有很多negative的感受 就不是因為說很不開心 有很多負面的情緒的感受而離職 剛剛過去那個禮拜 除了星期五之外 我另外那四天都是放了假 去了很多地方 去了High Park 去了Nia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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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一個屈甘香田 非常漂亮的地方 每一張tickets都可以摘十朵屈甘香 一個非常漂亮 非常適合打卡的地方 不過那裡呢 5月22日就是最後那天可以去Niagra 屈甘香田 其實我下星期一就馬上新工 很多人都會先放假 那我就沒有休息 也馬上上班 但其實因為我星期一至四 已經去了不同的地方玩 說回這一年裏面的上班的感受和體驗 我之前都有分享過 其實跟香港做花業本行是非常之不同 其實都很感恩來到 已經做得到本行的工作 可以註冊得到 跟香港的模式是非常不同的 我又重新多次做社工 這裡是比香港有更加完善的supervision制度 另外一樣就真的很不同 就是5天都是work from home 這個體會有好又不好 不好的就是你會少了很多時間 去直接見到同事去問到東西 或者直接見到上司去求救 因為大家都work from home 如果現在呢 如果你要問人事 就要特意發電郵 又或者是特意問他 可不可以幾點幾點跟你在Virtual見面 這一樣一定是一個缺點 其他都是優點來的 就是你省省旅行的時間 睡久一點 多些陪家人的時間 沒有人監管著你每個小時做些什麼 我們自己需要有好的交代 其實已經是非常之好 這裏我自己覺得是developed得很好 Wirt from home的制度 還有它的配套 每個同事都會預備好電腦給你拿回家 還有它所有的東西都已經 預料大家是Wirt from home 而你又會很方便可以organize到一些meeting 去見客人 講一下我這一年工作的體驗 其實我覺得在這裏的工作方面 和香港是 本身我預期會有很多文化衝擊 很多文化不同 但最後發現呢 原來是很多相同 多過不同 這個都挺surprise 因為我是做對人的工作 原來發現很多家庭小朋友的問題 真的放諸四海都是一樣 都是同一個原則 都是那些問題 都是那些需要 變了又不是真的那麼大的難題 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另外語言方面一定是一個 需要克服的東西 因為我是做白人機構 所以一定是全英語溝通 對於我來說的成長 英文的成長真的快了很多 不過遲些就會拍一段影片 關於英文如何進步 但這就不是今天說 就算我本身是一個有PR的人 即是拿著永革居民身份的人 來了做了事之後 更加容易快適應到這裏的生活多很多 而且又會踏實一點 安樂一點 所以對於我移民的這一步 其實都挺大 適應上是一個很大的一步 一次是非常感恩 可以做回自己的本行 又可以註冊到 又可以做回自己的本行 這間機構也是一間不錯的機構 至於如果我說到這麼好 我為甚麼要辭職 為甚麼要離開 是否有甚麼事 其實又沒有太特別的原因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現在這一行 在這裏的工作市場都挺熱 我又有空去搜尋一下 有沒有工作適合自己做 又適合那個位置 因為有時是比較難的 在香港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Bachelor of Social Work 你已經可以找到很多工作了 但很多時候這裏是要Master of Social Work 在香港之前是讀書 有一個Master of Family Counseling Family Education 所以他都覺得是一個related的科目 所以他就聘請我了 接下來的那份工作也是一樣 亦都是需要一個Master 一個related的Discipline 坦白說都是從收入方面去看 所以找工作 之前份工作的收入其實不是算差 比很多新來的朋友 應該算挺好的 但是只不過剛巧又找到 咦?又是高薪工一點的 那就試一下吧 一個星期一先回新工 未知道新工的情況是怎樣 稍後如果又知道 多些情況有分享給大家聽 我會知道 這間公司是一間叫做新生地的公司 它是由兩間公司合併成為一間公司 所以有很多東西還在發展 可能有一些政策或方向 有些情況有時候變來變去 但又不是很誇張的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 而且都學到很多東西 接下來的那間公司 沒有公司 就是一間發展得很悠久的公司 但都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真的要試了才知道 真的挺神奇 但是剛剛好 做了一年 我就轉了工 因為我本身 其實遞CV 遞新的工作 其實我二月中已經遞了 現在五月中 即隔了三個月 中間是有兩次interview 所以搞了這麼久 第一次打給我說 interview是三月頭 接著就三月中 接著就三月中 接著第二次就四月中 接著就四月中 接著他確認 或者請我說 我要和公司全部交併了個案 就要到五月中 其實這裏遲職者 需要兩個禮拜的通知就可以了 但我又不想說個案 好像很慘 突然間走了一個人 我想有一個月的時間 給我好好交併 所以為什麼好像 這次由我第CV到真正回新工 要三個月那麼久 就是這樣 我來這份工 其實都是一個permanent的位置 permanent會有benefit 但那個probation期都很長 有六個月那麼長 而且那個地點會遠一點 新公司的地點是相對遠一點 稍後有機會又告訴大家 在哪裏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對於在加拿大工作有什麼疑問 又或者你本身有些加拿大工作的經驗 又想分享給大家聽 都可以下面留言說 好 今天這段片就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段片幫你下面留言 subscribe這個channel 和把這段片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下次再見 拜拜 xitess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does misilancia MING PAO挖CED